大家好 这里是有够好线上课程 欢迎大家来到LINE贴图的第二堂课 这堂课要教大家如何直接在电脑上绘制LINE的贴图 建议带着孩子一起学习哦 在绘制贴图之前 如果你对LINE贴图的规范有不清楚的话 在我们LINE贴图的第一堂课有详细解说 在影片下方也有连结 也建议在制作前先去看一下哟 今天我们用来绘制贴图的软体是MEDBEN PEN 它是一套免费的绘图软体 简单容易上手 透过我们这一堂课 不管是妈妈或是宝贝都可以轻松上手哦 首先我们要下载MEDBEN PEN 连接位置呢 在影片的说明栏有 你也可以直接在浏览器输入 BEDBEN PEN PEN.COM 连到MEDBEN PEN的页面之后会看到一个像这样子的日文网站 它一开始就会请你选择你的语言 那么我们选择中文繁体 确定之后呢 我们的界面呢 就会被置换成繁中的界面 BEDBEN PEN是一套跨平台的绘图软体 在PC、平板和手机都可以执行 今天我们这堂课主要教大家在电脑上使用这个软体 虽然说平板或手机对孩子来说相对比较容易上手 但是PC学习呢 是让孩子能够从中获取使用软体经验的好机会哦 连到繁中的页面之后 可以看到画面中间有一个很醒目的蓝色按钮下载 点选之后呢 会进到下载页 这里请您确认一下 您所安装的OS是什么版本的 依您的OS版本选择下载的档案 那我现在要下载的是Windows 64bit的档案 点选即可下载 点选刚才你下载的软体呢 进行安装 那一开始呢 就是要你选择安装的语系 MEDBEN PEN呢 支援十种语言哦 在这里我选择安装的是繁体中文版的版本 选择之后按确定 确定之后会跳出一个要你安装C++的讯息 直接按否略过即可 可以顺利安装了哦 接下来就是一路下一步即可 安装完之后 我们要利用教大家怎么绘制这只熊猫 来一步一步跟大家介绍MEDBEN PEN的基础绘图工具 接下来我们就要新增档案了哦 虽然LINE贴图的规范尺寸呢 是370x320 但是我在绘制贴图时 会把图案画大一些 待完成之后 再将它转存为符合尺寸的贴图 因为点阵图档由小放大 会造成图片失真模糊 我们来试一下这张图片 它的尺寸呢 是370x320 我们把它等比例放大10倍 可以看到它就已经变得模糊失真了 为了保留会好的图片 日后可以更好的被利用 最好是一开始就将图片画大一点来保存哦 现在要来开启新增的档案了 再档案 新增档案 点选以后呢 可以建立新的图样 在这里我会把尺寸设定为 官方规范的370x320的 等比例放大尺寸 这是为了要在画完缩图时 不会因为比例不同而变形 或是为了符合比例 要再进行一次排版 所以呢 我将尺寸直接放大10倍 也就是在后面各加一个0 这里的背景记得要选择透明 因为赖贴图规范是要透明底的图 确认所有资料无误哦 按OK 就可以建立好档案了 开完新档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绘制了 首先要介绍绘图外框时 首先要选择的是笔刷的粗细 这里会建议初学者 把笔刷呢 设定的粗一点 一方面可以省略较多细节的部分画起来比较容易 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图样完成后要缩小成贴图的尺寸 画太细了画缩小的线条就会变得更细了 在开始绘图之前先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笔刷预览的部分 这边的预览的内容呢 是下面参数设定的结果 第一个线轴呢是笔刷的粗细 第二个线轴就是笔刷画出来的浓淡 要开始绘制角色咯 先从角色的脸部开始 脸部需要比较有弧度的线条 我们现在选择工具列的第三个工具 形状笔刷的部分 可以看到上面的选项也跟着改变了 我们选择第三个曲线工具来做绘制 曲线呢 是我们点选的A点到B点之间的线条的弯曲度 那点一个秒点呢 就可以改变线条的方向 所以我们在绘制的时候呢 要先点选改变方向 一边呢 拉扯线条的弯曲度 当到A点B点交接的时候 快速按两下滑鼠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绘制完脸型咯 画完脸型之后要帮这张脸填色 一样到工具列的第七个油漆筒工具 来为图案进行填色 在绝大多数的绘图软体或影像处理软体中 油漆筒都是用来上色填色的工具 只要在颜色的地方 选择要填入的颜色 再用油漆筒的尖端对准图样中要着色的地方 点一下就可以完成着色了 再来就是要帮他画上五官了 因为我们这是一系列的贴图 所以我希望我这个角色的脸型 可以跟之后的表情做功用 要方便切换表情 最好把表情和脸型画在不同的图层上面 在前一堂课有跟各位介绍了一下图层的概念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的图层区块的左下角 按一下新增一个图层 就可以把五官画在图层2的上面 不过一直这样画下去 就会越来越多图层 就会变得不好辨识 所以我们可以帮图层取名字作为修改 滑鼠选到要更名的图层上 快速的按两下 就可以修改图层的名字了 按OK之后就会变成 这个图层叫做五官 那我们就可以把五官画在这个图层上面了 现在点选工具列的第一项笔刷来绘制五官 目前的颜色是呈现白色的 我们把它在颜色这边选到黑色 因为它是画在脸里面的五官 我会建议大家就不需要跟边框一样那么粗了 可以稍微的细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笔刷的样式选到画笔 在五官的图层上呢 画上鼻子 还有嘴巴 然后呢 用油漆筒帮鼻子涂上颜色 如果觉得鼻子和嘴巴画的位置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 我可以针对这个图层上的图案位置去做移动 点选工具列的第五项移动工具 并且选择到要改变位置的五官图层 就可以按住图层移动它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大家将脸型和五官分成两个图层来绘制 因为如果你把五官直接画在脸上的话 那你要移动的位置的时候就只能一起移动 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可以分开移动了 如果觉得这个鼻子和嘴巴有点大 一样要先选到这个五官的图层 然后到选择 变形 点选之后会在四边出现点点 按住对角线的点 同时按住键盘的Shift 就可以强制该图层的图案等比例放大缩小了 那按住Shift 把滑鼠放到它的对角线的地方 如果它显示已经变成像这样子是圆弧 就代表可以改变这个图样的角度 确定它的大小和角度之后呢 按键盘上的Enter即可 再来要帮角色画上眼睛咯 一样 先开一个图层 并且帮它命名为眼睛 这里要跟大家介绍的工具是填充工具 点选以后呢 在这里选择填入的颜色是黑色 然后呢 选择形状呢 是把它选到椭圆的部分 在脸上呢 拉两个实心的圆 我们再把颜色改成白色 在眼睛上各加一个白色的点 让角色看起来更有神哦 接着要帮角色画耳朵咯 我们开一个耳朵的图层 这里要再次跟大家分享图层的好处 除了前面介绍可以针对单一元件做修改以外 图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前后顺序 我们一样用填充工具 画两个圆 当这个角色的耳朵 可以看到它的耳朵就压在它的脸的上面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按住图层 拖曳我们的耳朵 到我们的脸后面 多出来的形状呢 就会被前面的脸型所遮住了 再开一个涂层 给它一点腮红 一样我们先帮涂层命名 命名后呢 选择填充工具 并且给它一个腮红的颜色 在它的脸颊上呢 加一点点腮红 脸部画完之后 我们先整理一下图层 可以将脸部的元件 整理在同一个资料夹里 在图层的区块下方 有一个像资料夹的icon 点选就可以新增资料夹 一样快速的按两下 就可以帮资料夹更名 完成命名之后呢 用键盘按住shift 再用滑鼠连续选择 复选图层 按住图层呢 一起放入资料夹里就可以了 放到资料夹里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只要 针对图层资料夹做动作 资料夹里的图层 都会一起被执行 例如说这个脸 我觉得位置太高了 我可以直接按着脸的资料夹 然后向下移动 图层资料夹里的图层 都会一起向下移动 不只在移动位置有帮助 连缩放或改变角度等等 都可以适用哦 第二个好处就是 可以将其资料夹里面的图层呢 同时暂时隐藏 只要点前面这个 就可以暂时隐藏 这样我们在画下一个表情的时候 就可以共用这个脸型咯 接着跟大家介绍文字工具 文字工具在工具列倒数第五个T 点选文字工具后 在画纸上点一下 就会出来编辑文本的视窗 这里要注意它的预设值 会是在需要登录的字型上 这个软体呢 它有提供了几款不需要登录 就可以使用的字型 如果你懒得再做注册的话 其实也可以先使用这几款字型 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可以直接为字型设定 边框的宽度和颜色 如果有打错字呢 只需要再快速按两下 又可以再把编辑文本叫出来 重新编辑文字 最后把文字放到理想的位置 就可以准备存档咯 现在要来进行存档咯 这里我们要存两种格式的档案 在档案存档里面 那一种格式呢 是NDP档 NDP档是保有所有图层的档案 能让日后编辑时更方便的被利用 另外一种呢 就是交付给LINE贴图的PNG档 选择以后直接按存档 那PNG档它会在这里提醒你 它的格式是没有图层的 那按OK 然后选择透明的PNG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尺寸绘制时 是以LINE贴图的10倍大尺寸绘制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缩小一下 刚才的PNG档的尺寸 到编辑图像解析度里调整 点选后汇出来图像解析度的视窗 先将解析度改成72DPI 再到上面更改高度和宽度 分别为370乘320 确认后按OK 再进行存档就可以了 这一堂课我们主要学习到了 有笔刷 形状笔刷 油漆桶 图层 移动工具 填充工具 文字工具 针对选择图样进行变形缩放 及角度的更改 以及图像解析度的调整 其实绘图软体的功能都大同小异 掌握这些工具你在使用任何影像处理软体时 都能够拿来应用到哟 听完上面的课程别忘了多练习 才能够画得更好哟 之后我们也会推出如何把孩子的头像 放到赖贴图里的教学 如果觉得我们的分享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们哦 有够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